HELLO 大家好 我是花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上星期去三藩市 一個星期的旅程 我這次又買了什麼呢? 試過四年之後再去三藩市 其實這次就真的沒有第一次去買得那麼狠 只關我幾個月前才去元昆哥華 那其實那裡買的東西都差不多 大部份的東西都是在outlet買的 但有兩樣東西就是在outlet以外買的 我們先說這兩樣先吧 第一樣我就買了這個包包 一個水桶袋 我今天會改口把全部包包改成袋子 因為有部分人對包包的字是極度敏感的 所以我今天就遷就你們不說包包 OK 這裡開始不說了 水桶袋其實我自己也有一兩個 但為什麼還要買呢? 因為我不知道 覺得它很漂亮 當時是有奶茶色和Cherry的顏色的 這個就是Cherry的顏色 我上網在story問大家 叫大家投票選哪個呢? 其實很多朋友都是選奶茶色的 但多數是我都是忠於自己的 如果喜歡這個Cherry顏色多一點 我就買了它 無論是它的顏色 它配的金扣 還有它的質地 我也是覺得很漂亮 它這個沉的紅色 它是有一點點的光澤的 給大家一眼看完 因為我不逐個說它裡面可以放到什麼 因為實在太長了 如果這樣的話 我的銀包 唇膏 還有一封禮仕 前幾天出完化妝 收到新娘子媽媽的一封禮仕 通常這些禮仕我都會儲起來 我不會用的 一千多元而已 輕鬆一點 好像不用一千元 最好它是很輕的 我覺得它很漂亮 如果我在香港真的看到它有價值的 一千多元 我又看到奶茶色的話 我想我會再買它 在歐尼以外買的第二樣東西 都是一個袋 是一個Adidas 上面的拉鏈是很寬的 即是可以放小狗 如果它有一個洞的話 就是這樣 這裡有一個Logo 旁邊有一個Logo 然後有兩條帶 之餘呢 還有一條長的帶 很薄的 連帶也沒有東西佔著的 那天我在賭場回來之後 然後就路徑 看到一間TJ Max 它通常都會買一些O-Season 又或者一些次貨的東西 所以它們買的價錢 都會便宜了一折 這個你們猜一下多少錢 我給你們兩秒想 1 2 不是 應該是1 好 我開股了 很便宜 算上碎紙 需要12元而已 大概100元到港幣 除了便宜之外 其實我之前已經很想買一個這麼薄 可以摺到很小的袋 但是放大之後 它又可以放很多東西 放在我的行李箱裡 有時候去旅行之前 就是不想拿這麼多東西的嘛 但是又想有個袋 準備放我的戰利品 那我就會 以後去旅行 我就會帶這個袋 這個size都可以hand carry 所以我覺得 這個袋是很值得買的 在Outlet買的第一件 就是我後面這個蠟燭蠟 Yanki的蠟燭蠟 好害怕 我對上四年前 去三藩市那次 是買了很多蠟燭蠟 但我這次就只買了這兩個 這兩個的味道 其實我之前也有買過的 但就不是這個牌子 15美金兩 兩個都是那些 你會在沐浴露裡聞到的那些味道 這次不買那麼多的原因 因為它們真的很重 那我只托了兩個回來 我去過這麼多外國的Outlet Coach是必去的 真的很值得買 大家都知道 我一個購物狂 其實是我媽媽遺傳給我的 所以就買了這個款 因為我媽媽有時候做事 都需要放一些A4的檔案 好發出很簡單 給大家看一次 就是 裡面呢 還有兩格大格 中間一條拉鍊 然後是暗格 然後下面這裡也有兩個格 你可以用來放電話之類 都是我媽媽的袋 差不多類型的袋 這個就會小一點 看看 中間有一個扣 扣著它 它就可以變成這樣 變成一個 向外噴的袋 這個袋也是有很多顏色的 它除了可以這樣手抽之外 裡面也有一條帶 可以揹上薄的 比剛剛那個袋 其實它是軟身很多 而且它是可以抹得大很多 裡面只有一格 然後有一個暗格 還有一個 不是暗格 最後這兩個袋 四折再八折再八折 是很划算的 分別是千鬆一點 我自己這次也買了一個 就是這個 欸欸欸 背囊 是325美元 同樣都是 我忘了這個幾折 三折還是四折 五折 再八折再八折 圍上 都是一千元鬆一點 真的很划算 這個尺寸很小 但是我的臉有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很有趣 很有色 我買的時候 就是我拿上手 拿著的時候 我覺得它很有趣 它藏了一個背囊 它當然有兩個背帶 我想我都是襯背衣服 我才會再決定 是拿著還是背著 一格 之後有一個 不是暗格 然後外面還有一個 裡面藏了 三個袋 分別是 最後買單是78元 104元 和84元 原來是一千元 都不用 原來我這個買單是最貴的 104元 就是大概是八百幾 900元而已 好划算 它有黑色和白色 其實白色也挺有趣的 下次再去買白色 如果用得多的話 在紙袋裡面 突然發現了這個 In and out的紙帽 店員用的帽 好棒 好喜歡的 因為我很喜歡吃In and out 最後在紙袋裡面 就是四個小小的包 是用來做手信的 因為它實在太划算了 我都沒想到送給誰 我就買了四個 回來我就分配了 一個送給我阿姨 一個送給我男朋友的媽媽 然後一個送給我媽媽 其實我自己本來 上次在溫哥華 已經買了這個白色 但我媽媽看中了 她就拿了它 其實挺好用 挺有用的 然後我就買了這個花紋 和我媽媽交換 我要回白色的那個 先脫掉 我要回白色的那個 其實這個我覺得也挺漂亮 其實它也... 咦? 我的護照 那些是在這裡的 為什麼我沒有放出來的 如果你有機會去到 Coach的套餐 你真的想不到買什麼 沒有袋適合你了 你也可以研究一下買這個 這個我覺得 它的實用度是非常之高的 甚至你可以考慮一下 大量入手用來做手信 也是很划算的 這個顏色也是因為看到它真的很划算 送給人做手信 我覺得它的外套也挺漂亮 也可以放很多 也是實用型的 它有一個散紙包圍 裡面可以放到 8張卡 就有一個位置 是洩你的銀子 這兩個款是一樣的 是顏色不同的 看你自己喜歡哪個 又或者你送給哪個 第二間去的店 就是Adidas 我自己就買了一件外套 這個款我相信大家都見慣見熟 沒什麼特別的 這兩件就是買給我男朋友看的 我很擅長的 我是買適合的尺寸 只是這麼肉眼看的 因為它有些偏大偏小的頭 是一件灰色的衛衣 背上也還有一個logo 大大的logo 這個不是排球的logo 不知道它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第三件呢 我覺得這件很漂亮 我很喜歡這件的顏色 也是買給我男朋友的 是一件藍色的外套 這個也是有折的 圍上好像耳朵 哎呀哎呀哎呀 我拉到這樣 哎呀 幸好他一夜就拉回去 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很適合我男朋友 我簡直覺得這顏色就是我男朋友的顏色 這一件呢 就貴一點點 我先找一張單 一張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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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不到 現在這裡一片混亂了 Ebitus Jacket 29.96美金 即是圍了大概200多元 所以這件也是很買得過 然後到最後呢 就有一批襪子 為什麼會買它呢 因為呢 買到100美金 它就會減15元 這批襪子就是8個多元 那當然要買 對吧 這裡有兩隻錶 一隻就是買給我媽媽的 一個就是 我現在手上戴的這個 對 這個就是它的盒 我想說就是 為什麼它的錶這麼小 但它要一個這麼大的盒 而它裡面是沒有其他東西的 它就真的 那個盒子是這麼大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 經常要轉到這麼大的盒 就是這樣 它是這個牌子的 Movendo 是不是這樣到呢 怎麼也好 說回我手上的這隻錶 其實也是我平時戴的 很簡單 很簡單 簡單到連字都沒有的錶 連秒針都沒有 它是銅色 我覺得有點偏橙 303元美金 應該算是這個牌子裡面 便宜的系列 但便宜一點 我又覺得 挺漂亮 挺簡單 又挺適合我平時的衣服 另外這隻錶就是 Foxo 是買給我媽媽的 但也是她自己選的 這個我自己也覺得很喜歡 其實我本來也打算買這隻 但誰知道我媽媽又選中了這隻 沒理由我們買同一隻錶 所以我就沒有買到 我媽媽這個就是這樣 皮帶的 它的盒子都有幾款選的 不過它的盒子就不太漂亮 所以我也是 隨便選了一個藍色 來到最後的兩樣 是一雙鞋 本來沒有打算買球鞋 為什麼會買呢 因為我爸爸 他買了兩隻 當時做公開 就是買二送一 他怎麼選都選不到第三雙 我就幫幫他 買了一雙 其實他跟我之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 Qurx 跟第 конечно 我對上一隻去溫哥華的Shopping hall 那麼我想買了一對黑色 Adidas 我買以後十分喜歡 我覺得我覺得是我近半年的 best buy fin 所以便選一對差不多 都很輕ят 然後穿上它很舒服 也就是不需要比 尚徒 把腳在接着 那麼它是LEO BALANCE 我忘了說是那個品牌 你看到我感覺怎麼 TS兩個 但好像我想摸起來 他 401 因為我還沒穿 所以我暫時還沒有穿 肯定它是不是跟我試骨一樣 穿上去那麼舒服 如果有看我的instagram的話 應該先到為快知道 竟然是一個粉紅色的cucci袋 在店裡是有白色、紅色和粉紅色的 其實我第一眼看中的是紅色 因為我這個袋又買了紅色 對上一個cucci的走神包 裡面也是紅色的 所以這次就買了粉紅色 因為它的白色是不好看的 這個粉紅色搭這個復古金 我還可以 不是太lady 應該可以搭到平時去event的白色衣服 所以我也買了 因為有時候 Jazz Hook是要粉紅色的 但我有很少粉紅色的產品 Outlet裡面 它是有分Outlet款 然後有些是VTel款 大家在門市可以買得到 照理來說 如果你看中又可以買到VTel款的話 其實會比你更划算 這個就是門市款 現在門市應該我估計 就已經沒有粉紅色和紅色賣了 我看到還有黑色的 那我買便宜了多少呢? 我買便宜了650美金 大概便宜了5000多元 說這個袋 加上稅最後買單是1800多元 即是為港幣 大約15元 裡面就是這樣 一格大格 然後有一個暗格 兩個不是暗格 一眼看完 它不算很重 它這個袋本身是很輕的 最重的都是這條鏈 但整體來說 我覺得整個都OK 又不重 試隔四年再來一次三分次 其實我也很有感觸 因為我覺得這四年裡面 我自己真的成長了很多 身邊很多的環境 人物都不同了 四年前去的時候 其實是我人生裡 多失落 和多不開心的一段時間 四年之後再去的 我的心境 已經是不同了很多 我個人都開心了很多 今天就說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面的手指公 給我一個like 還有有什麼想說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還沒subscribe的朋友 還沒follow我的instagram facebook的朋友 快點去follow 快點去subscribe 今天真的有鐘了 好 好